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有一個消息是值得大家特別注意的 就是中共在開始四點發行數字貨幣 根據中國的銀行體系裡面的一個慣例 一個新的技術一般的測試運行的時間 是半年到一年左右 也就是說,今後半年到一年之內 數字貨幣可能在全國廣泛的推行 最後甚至是取代現在的紙幣 取代現在的銀行帳戶,取代現在的支付方式 如果是習近平當局完成了這個步驟 那麼所有的中國人,各個階層的 都會有大麻煩,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中共所做的數字貨幣有幾個重要的特點 了解了這些特點,大家就會知道最後的結果 後果會有多麼的嚴重、多麼的可怕 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一個用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 所支撐的這樣的一個貨幣 區塊鏈的它有個特點就是說 它可以永久的記錄每一筆交易 就像比特幣,它是一個數字貨幣 每一筆比特幣的交易都會留下永久的記錄 但是它是去中心化的,它沒有一個權威的機構去監視 去控制,去干預這些交易 比特幣的幣值雖然不穩定,上下波動比較大 但是它的交易本身是很安全的,很自由的,是有隱私的 但是中共的這個數字貨幣就不一樣了 它是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來控制它的 每一個數字貨幣的這個帳戶 它的持有者的身份,所有的這些交易的信息 都是全部被政府機構所掌控的 那也就是說這種貨幣推廣了之後 所有人,所有的企業,所有的機構 他們的財務狀況全部被政府所控制 這是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就是 它是一個法定的貨幣 是由中央人民銀行發給其他的商業銀行 再由其他商業銀行發給這些個人和機構 它是國家以國家信用作為基礎強制發行的 你不用不行,一個商店老闆 你如果是說我不收數字貨幣,只收現鈔 那不行,有人拿著數字貨幣到你這裡來買東西 你必須得收下,沒有選擇 強制性,第三個特點就是它用起來非常方便 所以說特別容易推廣 下載安裝一個數字錢包就可以了 然後就用這個錢包就可以領工資 就可以接收貨幣,可以購買物品 也可以對外匯款,而且還不需要上網 就可以操作所有這些功能 現在的一些第三方支付手段,支付平台 比如說像支付寶,像PayPal 那都是要必須得先上網了才能夠操作 有些沒有網絡服務的地方 那就不能夠操作這些功能了 新的數字貨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買家和賣家不需要上網 只要把手機碰一碰 這樣就可以付款收錢了 這叫雙離線 因為有這些特點,這就決定了 中共將來非常容易就能夠把這種數字貨幣 全面推廣開,全面取代現有的貨幣 取代現有的銀行帳戶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好消息呀 今後就不用帶這麼多鈔票 不用帶這麼多硬幣了,方便了 而且今後也不用經常去銀行存錢取錢了 而且這種數字貨幣它是國家發行的 比支付寶、比微信更加安全 支付寶、微信好歹到底都是商業機構的 它有可能破產了 但是國家的這個主權信用它不會破產了 確實數字貨幣它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 但是它對社會到底有沒有利 這完全不僅僅是要取決於 它的這個運用的技術行不行 更是要取決於運用這個技術的政府 它是什麼樣的政府 一把斧頭是好的,正常人可以用它來匹財 但是到了精神病人手上 到了犯罪分子手上,它就可以批人 在自由民主國家他們如果是用這個數字貨幣 那沒有問題,因為他們有民眾的監督 有媒體的監督,他們也互相監督 政黨之間監督,不能用這個數字貨幣來禍害老百姓 但是呢,中共就不同了 習近平當局本來就是一個無法無天的 習近平他夢寐以求的就是要掌握絕對的權力 就是要控制所有的財富 在他的統治之下,數字貨幣就會成為他 攫取權力,搜刮財富的最佳的工具 就會成為他監視、控制和鎮壓所有人的大殺器 現在還是處在試驗階段,在深圳、成都、蘇州、熊安 在這些城市裡面一些城區在試點 習近平當局是從2014年就開始研發這個數字貨幣 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有個官員的介紹 他說過去這些年他們一直是採用的9964的工作制度 就是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週要有6天工作,加班加點 後來到去年他們又改成了81074的工作制度 就是說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每個星期是7天上班 這就是說明他們是有一個時間表的 這個時間表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緊迫的 也就是說他們是要趕在習近平完成他的第二個任期之前 要結束,要徹底的完成這個任務 也就是說他們在今年要推廣,今年要四點 今年年底之前,明年年初之前要推廣 在2022年之前一定要全面的取代現鈔和現在的支付方式 因為在那個時間之前習近平想繼續連任的話 他必須得先控制,必須得掌控所有的機構 所有個人的經濟命脈,掌握了這個經濟命脈之後 他才能夠壓制住全面的反抗 現在最應該恐懼的應當是體制內的人士 地位越高的官職越大的就應該越恐懼 因為按照中共現在無關不貪的這種現實 官職越大的背景越深的,貪的錢就越多 而這些錢都是來路不振的 當然他們當中很多人已經把一部分的錢轉移到海外了 但是肯定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他們得留在國內 因為國內要想繼續當官,繼續撈錢 那你不能兩手空空啊,還是需要大量的資金的 你需要資金去養一批樓樓 需要資金去維護一個龐大的關係網 那這些錢呢,有一部分他們是由他們的親屬代持的 還有一部分呢,就是現金 就是到處藏著的,有些藏在家裡面 有些藏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 比如說徐才厚,他出事之後 就從他家裡面收出來好幾卡車的現金 還有重慶的以前的副局長文強 他是在他家後院的水池子下面挖了一個大坑 然後呢,把現金埋在底下 然後封好了之後,再把水灌滿 還有一個官僚啊,官員 他是專門買了一間房子 用來儲存現金,當他的小金庫 所有這些官員都是各出其謀 要藏現金 有些紅二代家族 他們的這個大部分的財產都已經轉移到海外了 但是肯定在國內還是控制著海量的,天量的金錢的 那等到習近平完成的這個數字貨幣的布局之後 所有的這些錢,他們藏的這些錢都會作廢 都會化為烏有 最嚴重的是,現金作廢了之後 這些紅二代這些官員 他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巨大的利益 而且還會失去權力 他們過去控制人的主要的方法就是在利益上綁定 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形成一個分贓集團 那今後這個利益沒有了,失去了這個利益了 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瓦解了 就不能夠團結了,就不能夠互保了 而且沒有了這些錢之後 他們手下的那些喽啰、蝦冰蟹將 怎麼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呢?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去找新的組織去投靠 那個時候全國只有一個新組織了 就是習近平當局 所以說只要習近平當局出一個告示 後召檢舉揭發貪污腐敗的官員 立功者受獎 那麼各級官員身邊的這些親信羅羅 他們馬上就會倒戈相向 就會把他們給賣了 防不勝防,另外這些貪官污吏 他們還得防著自己的小老婆、情婦 那些小老婆、情婦肯定要造反 過去這些年代好多貪官 都是被他們的情婦舉報的 根本原因就是因為 情婦的利益沒有得到保障 這些貪官他們混到一官半職 一般也都有一把年紀了 五六十歲了,頭也凸了,肚子也挺起來了 那些年輕漂亮的小姑娘 為什麼要跟他們呢? 肯定不是因為他們有魅力啊 主要是要愛他們的錢啊 那錢給少了,那就會由愛轉恨 過去那些貪官很多人被情婦舉報 可以說是自己被自己捉死的 比如說有些人有了心歡了,就忘了舊愛了 就把老情人的經費給削減了 那老情人不高興了,就會去舉報他們 那麼今後呢,情婦舉報貪官 那不是因為貪官作死的 而是被習近平把他們給弄死的 因為習近平把他們錢作廢了 那麼親情人、舊情人都沒錢了 最後都去一起去舉報他們 所以說這個數字貨幣一推廣開了 新的一輪的反腐運動就會來 這次就不會再是選擇性的反腐了 這次是全面的清洗 只要你不是習近平的嫡系,都會有滅頂之災 一般的咱們普通老百姓的朋友 就不要以為呀,說這個反腐是件好事 把這些貪官都滅了,好得很,不要這麼想 如果是把這些貪官滅了 把他們的錢都給老百姓了,老百姓富裕了 老百姓自由了,這當然是好事 但是習近平當局滅了貪官之後 他絕對不會把錢給老百姓 他會自己收起來,他會用來鎮壓老百姓 老百姓一點好處都得不到 他會用來加強自己的極權統治 過去這40年呢,中共它實行的是叫做寡頭專制 就是有很多人一起來統治老百姓 現在習近平他想改一改,想改成獨裁專制 就要把其他的寡頭全部都給幹掉 權力都歸他一人掌握,利益都歸他一人所有 所以現在這個北韓實行的就是這種制度 絕對的獨裁專制,在這種獨裁專制之下 貪官那確實是少了很多 但是老百姓的這個權力和利益那就更少了 自由就沒有了,今後要想再反抗這個專制 那就更困難了 現在世界上最穩定的這個政權,專制政權 就是北韓的政權 如果是美國或者是韓國或者其他國家 不去武力消滅他,北韓的老百姓是一 習近平想要達到的一個目的 就是要建立一個北韓式的政權 在他看來呀,他比金正恩的條件要好多了 北韓現在是一窮二白,習近平手上啊 好歹還有一些科技手段,雖然都是舶來品,都是山寨版 但是用來建立一個科技版的奴隸制社會 用來發行數字貨幣,那是綽綽有餘 我過去曾經做過幾期視頻講到這個反習政變 有一些網友就反對,說習近平反習近平沒用 反共才有用,這種觀點我看還挺普遍的 很多人贊同,那我今天就在這裡跟大家來理論一下 我想請問大家,怎麼樣才能夠反共? 共產黨這麼龐大,從哪裡下手? 古人都知道,秦賊要先秦王 習近平他就是中共的王,他是黨魁呀 你要反共當然就要重點針對習近平啦 那習近平在黨內他也有一些反對者 那你就要讓他的那些反對者都知道 習近平是不得人心的,你們反他是會得到大家支持的 這樣大家才有反習的這種信心 才能夠加深他們內部的鬥爭 如果是中共鐵板一塊都被習近平完全掌控了 他們有九千萬黨員,有幾百萬軍隊警察 那我們怎麼能夠打得倒他們呢? 世界上誰能夠打倒條件?我們過去一直是鼓吹這個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就是民變政變兵變一起來 所以說這個政變兵變,這就是打倒中共的必要條件 不是充分條件,但是是必要條件 有些朋友對我有誤解,認為我強調反習就是對於 這個中共其他的派系抱有幻想 就是幻想著他們會改良 這個想法就是說習近平他其他的人下台上台 比他還壞跟他一樣 那這種想法也是不對的 因為習近平,大家再仔細思考一下 習近平下台了之後,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派別能夠在他的位置上面做穩當? 當然不會啊,因為過去這幾年他集中的權力太大了 他如果倒了,那就會留下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 就會引起中共內部的不停的一輪接一輪的權力鬥爭 這個權力鬥爭又會讓中共中下層的那些官僚無所適從 那這個時候中國民間的這些不滿這麼多的矛盾 那就會趁機爆發出來 只要中下層維穩機構他們稍微有一點鬆懈 他們稍微有一點迷茫,他們的鎮壓力度稍微小一點 民間的這個矛盾的這個火山就會爆發 全國各地的老百姓就會走上街頭抗議 而這個時候國際的反共力量也會介入 在這麼多力量的這種綜合作用之下 中共高層要想重新達到這個權力平衡 那就是不可能的,他們就會亂成一團 越來越亂,最後就會分崩離析 所以說習近平倒了,中共就會解體 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人上台的問題 現在習近平他在中共體制內是佔有絕對的優勢 正在朝著絕對獨裁的方向去走 所以這個時候反對中共內部的任何其他的人 其他的派系在客觀上就是在幫習近平的忙 在客觀上就是有利於獨裁專制 比如說郭文貴天天他就在喊打倒CCP 天天都在講中共內部的其他的一些人 像什麼孟建柱、王岐山講他們的黃段子 看著好像是在反共,實際上是在幫助習近平 幫助他搞獨裁 在十九大之前,習近平最忌憚的實際上是王岐山 因為王岐山他在黨內的聲望那個時候 比習近平要高,在國際上的聯繫比習近平要多 而且他的智商,習近平也知道王岐山比他高多了 所以說習近平感覺的不安 他必須得把王岐山排擠出局 必須得把他整垮搞臭 所以說就有了郭文貴爆料這個現象 那我把這個事情揭露之後 郭文貴和他的這個小螞蟻幫就開始造我的謠 有些甚至說我是王岐山的人 有些甚至說我是王岐山的私生子 王岐山在中共黨內確實算是一個角色 比其他人讀的書都多,能力也比較強 但是你要讓他給我當兒子,我都不會接受 因為小聰明解決不了問題,他沒有大智慧 他看不清楚這個世界大勢 他過去這些年一直幫習近平為虎作倉 這就是非常惡劣,這就是非常不明智的舉動 這種人我怎麼會看得上他呢,怎麼會幫他呢 我鼓吹政變主要是出於一個道理 我把這個道理叫做兩條狗原理 當年台灣民進黨曾經搞過一個群眾集會 在這個集會上面台灣的民進黨的元老張俊雄就發表演講 他上來就說國民黨是條狗,底下群眾一陣歡呼 他接著又說民進黨也是條狗,底下的群眾目瞪口呆 後來張俊雄接著說了,說以前只有國民黨一條狗 所以他追著老百姓咬,那現在有兩條狗了,互相咬 他們就會爭著向老百姓討好了 底下的人一聽明白了,這才紛紛鼓掌 這就是講有不同的力量,政治派系存在 這對老百姓是好的,即使是在專制制度下 他們狗咬狗,老百姓也會多一點生存空間 多一點抗爭的空間,多一點獲得自由的機會 現代民主憲政是起源於英國,英國的憲法 又是起源於八百年以前的大憲章 這個大憲章就是一個狗咬狗的結果 當時在英國有國王還有一些貴族 國王他是想獨裁,那就跟貴族產生了矛盾 這種狀況在當時的歐洲也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在其他的歐洲國家基本上都是國王最後佔了上風 把貴族給制服了壓下去了,最後都變成了君主專制 只有在英國這幫貴族不停的跟國王鬥爭 13世紀的時候就逼著國王簽署了這個大憲章 承認了貴族的一些權力 到了17世紀又搞了一次光榮革命 最後確立了君主立憲 13世紀的時候英國的那個貴族 那幫貴族也絕對不是什麼好東西 都是欺壓老百姓的一些流氓 但是因為他們要和國王進行狗咬狗的鬥爭 所以說他們有時候不得不 也順便的要為老百姓爭取一下權力 所以說在大憲章裡面確定了一些原則 比如說沒有經過審判就不能夠定罪這些原則 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老百姓的作用 所以兩條狗互咬的時候 他們咬得越兇,老百姓就越安全 那現在中國的情況是 習近平這條狗他想把其他的狗全部都給滅了 數字貨幣,這就是習近平要滅掉其他狗的這顆獠牙 我相信其他的狗現在都已經感覺到這個危險了 時間剩的已經不多了 必須得趁著習近平的獠牙長大之前 一定要把它給滅了 這個數字貨幣不僅僅是剝奪的是中共官員的財富 民營企業家和普通老百姓也會深受其害 在過去這幾十年在中國要想做生意的話 就必須得做假賬,偷稅漏稅 還必須得到處行賄 不行賄,你就幹不下去 你的財產會被沒收搞得不好 還會去坐牢,甚至會送命 所以在中國要想做生意賺錢要想成功 那就必須得違法犯罪 你違法犯罪,這就等於是你進了一個羅網了 隨時他們都有可能收網 這個數字貨幣全面發行了之後 那就是可以收網了 因為大家過去所賺的這些錢 跟你們所交的稅,這對不上號啊 有了這個線索之後 當局就可以抓人了 抓了人之後先進去獨打一頓 絕大部分人扛不顧住的 馬上就會全部招供 這叫竹筒到豆子,一顆不剩 只要一個人招供了,就會牽連其他的人 這叫拔出蘿蔔,被牽連的人越來越多 大家每個人都老實交代,最後就有更多的人 就這麼這個連鎖反應 到了最後所有的人都被捲進來了 沒有人能夠倖免,有錢的人 最後大家的財產都會被沒收 還有一些人恐怕命都保不住 大家不要以為呀,我好多年以前過的事情 現在沒人追究了 現在在內蒙古正在搞一個試點 就是要把20年以內發生的這些經濟案件 重新再清查一遍,看看會不會找到新的線索 這就是搞大清洗的前奏 所有的企業家土豪末日就快到了 必須得快點想辦法 那還有一批人呢,也會是中共打擊的重點 就是一些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 還有一些有反抗行為的維權人士 這些人在過去他們在經濟上 他不需要過分的依賴這個體制 所以當局除非是把他們抓進大牢 否則的話他們在言論上行動上 還是有一些反抗的空間的 這個數字貨幣推廣了之後 大家的錢袋子都掌握在中共的手上了 一家大小的飯碗都被當局給控制住了 到那個時候不聽中共的話 不聽當局的指揮 他們分分鐘就可以讓你的錢消失了 分分鐘就可以把你的帳戶給關閉了 這對於任何人都是一個 會形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壓力 壓力太大了,反抗的意志就會削弱 從此以後,今後就很難再有 一層規模的這種反抗活動了 顏色革命也就難於上青天了 那有些人可能說我一窮二白 也沒有什麼獨特的思想 也不想反政府,有次有喝就好,活著就好 即使是這樣的普通的平頭老百姓 今後也一定沒有好日子過 大家看一看有哪一個極權國家 老百姓的日子好過了 因為極權國家一定是效率低下的 一方面是因為所有這些有創造力的人 都被壓制住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統治者 他肯定會掌握了絕對權力之後 絕對腐敗,胡作非為 所以過去100年以來 沒有一個實行共產極權的國家 是富裕國家 而且有好一些共產極權國家 還發生了大屠殺、大清洗、大饑荒 不要以為聽話就有好日子過了 豬很聽話 但是都會被關在豬圈裡面 最後還都得挨一刀 在極權統治之下 統治者就是把老百姓當成豬的 等到習近平當局把這個數字貨幣搞成了 所有的中國人就是豬,只能任他宰割 好在現在他還沒有成功 好在政治上博弈是多方的 不是由他一個人說了算 到現在為止還不是他能說的算的 是各種力量還有辦法去應對他 現在習近平當局他已經走出了這麼一步棋 一個殺招,我相信很多的黨政軍的官員 很多的有識之士都已經感覺到了這個殺招的危險了 時間不多了,所以現在必須得抓緊時間 把習近平給弄下來 把習近平關進豬圈了,中國人才有機會做人 昨天還有一則信息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就是美國國務院公佈說中共 他們懷疑中共現在又在進行地下核試驗 雖然這個消息他們還沒有百分之百的確證 但是習近平當局他現在完全是有動機 做這件事的,進行地下核試驗的 他要想在國內實現他的集權 就一定要抵制住國際的壓力 那麼怎麼樣才能抵制住國際的壓力呢? 經濟和政治的辦法都已經沒用了 經濟上各國都已經和中國在脫鉤 政治上都在對中國進行圍堵 所以中共只剩下一個辦法就是核武器 用核武器來進行恐嚇 說你別過來,來了我就跟你同歸於盡 這也是北韓過去這些年一直用的方法 現在習近平要照顧 不管他有用沒用呢,習近平他都是要用的 因為這樣可以給他壯膽 他覺得美國和西方國家不敢直接跟他動武 他們要想搞中共,要想把中共整垮 實際上是不需要派軍隊過來的 不需要直接動武的 他們只需要幫助中共黨內的那些黨政軍高官 進行密謀串聯 只需要去鼓勵中國老百姓公開抗爭 民變兵變政變一起發生了 習近平政權就一定會倒台 中共的核武器沒用 因為再高的城牆,你也擋不住內 中國就有希望了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